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個弟兄就問我說 你有錢嗎? 我說對齁,沒有錢耶 然後他就問我說你學歷有嗎? 我說對齁,我也沒學歷耶 他就問我第三個問題 那你英文可以嗎? 我說This is a book My name is Joseph 我要念的研究所雅思的分數 大概是7分或7.5分才能夠進去 我那時候考了兩分 我嚇一跳 什麼? 兩分 那當然一年之後 我的雅思真的就要達到 可以進到研究所的成績 其實轉變跟改變跟逆轉是有可能的